做电商的我们呢 其实不需要去羡慕其他人 GMV还是Revenue到底做的有多大 就算他一个月做四五十万 那又怎么样 那代表说他赚钱吗 其实四五十万的销售 可能到最后呢 你算了也未必会赚钱 可能甚至说比一些经营五六万块的店铺呢 还来的没那么的赚钱 所以我说你不需要去太顾忌呢 到底哎哇为什么人家生意做这么大 为什么他的包裹每天这么多 他们可以请这么多的工人 但是我的包裹却这么少 你要记住一件事是 到最后呢 到底我们的利润是多少 那才是关键 除非今天我们想要做的是把volume给做起来 我们想要利用一些行的一些资源 一些facilities 去使用那些贷款呢 让我们套现 然后再去用这一笔资金 去做一些其他企业的发展 或者是其他一些物业的发展呢 那我们另当别论 但是我们以企业的健康指数来说的话呢 到最后我们需要衡量的是 到底我们这个企业的利润呢 是否是赚钱的 所以我们做电商的朋友呢 现在我们的commission也非常非常的高的 甚至是到达一个百分之二十 如果我们有参加一些free shipping max program 我们需要参加这些program的话 我们的一些commission 我们的一些payment fee 已经来到非常高的一个百分比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就是 必须要提早的 去把我们店铺的品牌 或者我们个人的IP 或者是我们品牌的IP呢 把它给做起来 那我们在电商的道路上呢 才可以吸水长流 想要成为电商大神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的名字叫beyond 我们下期再见